因父及子及圣神之灵,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读智慧篇,凡不认识天主的人,都是真正的愚人,因为他们未能从看得见的美物,去发现那自由者, 注意了工程,却不认识工程师,反而认火、风、流动的空气、运转的星辰、洪流的巨韬、天上的光体为统治世界的神。 如果有人因这些东西的美丽而着迷,奉之为神,那么他们就应知道,这些美物的主宰更是美丽, 因为都是美丽的唯一根源所创造的。 如果有人惊奇这些东西的力量和效能,就应明白,创造这些东西的更有能力, 因为从受造物的伟大和美丽,神可以推想到这些东西的创造者。 不过,这种人的罪,上教轻微,因为他们寻找天主,也有意找到,却一时误入迷途。 这或许是由于他们所见的事物,实在美丽。 因此,在专心研究时,只追求外表,但他们仍然不能推辞不过。 因为他们既然能知道得如此严薄,甚至能探究宇宙,为何不能及早发现这些东西的主宰呢?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高天臣数天主的光荣 高天臣数天主的光荣 穷仓宣扬他的奇功妙化 日与日侃侃而谈 夜与夜知事相传 高天臣数天主的光荣 不是语,也不是语,是听不到的语言 他们的声音传遍普世 他们的言语达于地极 高天臣数天主的光荣 天主的光荣 你没意大 天赐你身太习一套 因为你没地就没见了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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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主圣路加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耶稣向门徒说 在诺厄的日子里怎样 在人子的日子里也要怎样 那时 人们吃喝昏价 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天 洪水来了 消灭了所有的人 又如在罗特的日子里 人们吃喝买卖 耕种建造 但在罗特离开索多玛的那一天 火及硫磺自天降下 消灭了所有的人 在人子显现的日子里也要这样 在那一日 纳在屋顶上的 不要下来拿取在屋里的器具 那在田里的 也同样不要回家 你们要记得罗特的妻子 无论谁 若想保全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凡丧失性命的 必要保存性命 我告诉你们 在这一夜 两个人同在一张床上 一个被揭去 而一个被遗弃 两个女人一起推磨 一个被揭去 而一个被遗弃 门徒问耶稣说 主在哪里发生呢 耶稣回答说 哪里有尸体 老鹰就聚集在那里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 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今天的读经和福音都提醒我们 要超越现实 第一篇读经告诉我们 要从美丽的万物背后 看到造物主 福音呢 通过列举 诺恶 罗特 还有其他的例子 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平日生活的背后 还有得救的 也有丧亡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读经一 智慧已说的作者 他告诉我们 不能够只是赞叹 万物的美丽 而是从美丽的万物背后呢 认识到有一位造物主 举一个简单的 生活中的例子来说 我们每天有开手机 有用电脑 有的有开车 有的有去进行 这个医疗 所有的这些器具 这些手机 这些电器 需要人来组装吗 需要人来设计吗 肯定的 你如果只是把这个零件放在那边 它不会自动的 结合在一起的 同样 那这个宇宙万物背后 宇宙万物里边 形形四次的 各式各样的东西 肯定的 有一个设计者 有一个造物者 包括我们的身体 是多么的复杂 不仅呢 有血管 有细胞 还有看不见的 神经线 这么一个复杂的东西 如果没有一个 超智慧的 创造的神 它怎么会自然出来呢 所以 我们 要可以呢 从外物的存在 了解 一位造物主的存在 我们无论 管这个造物主 叫什么 但是呢 造物主 是存在的 罗马人书 第一章 第二十节 也提到 其实 自从天主 创世以来 他那看不见的 美善 及他永远的 大能 和他 为神的本性 都可凭他 所造的 万物 辨认 洞察 出来 我们 生活的周围 就有花草 树木 我们人 可以 制造 假花 但是呢 它没有 这个 香味 从这个 自然界的 万物呢 我们看到 天主 实际上 是离我们 很近的 我们有些人 也喜欢去 旅游 看这个 大山 河川 当我们在 欣赏 万物的时候 让我们 也感叹 造物主的 大能 感叹 造物主 对我们 每一个人的 创造 因为我们 每一个人呢 也是不同的 所以从 万物的背后 看到 大能 的造物主 第二点 我们要超越 现实 来到福音 耶稣说 在 诺厄的时日 人们呢 都 吃喝婚假 诺厄 进了 方舟 得救了 其他的人呢 被洪水 淹死了 罗特 得救了 当时的人 佐多玛的人呢 被火和硫磺 消灭了 为什么有的得救 有的丧亡呢 如果我们读 创世纪的话 我们会发现 诺厄 在当时 是唯一 正义 齐全的人 也就是说 他过着 喜悦天柔的生活 索多玛呢 罗特 为这个 来的这个 外面 外面的人 求情 当时索多玛的人 要强力的 强暴他们 我们可以看到 罗特 他 也有热情 好客 也有保护人的 这个爱心 而 同城的索多玛人呢 就充满了邪恶 得救和丧亡 取决于 我们是否敬畏天主 诺厄 罗特 他们得救 是在平日的生活中 得救的 也就是说 在我们 每日的生活中 要心怀 敬畏天主 有一句话说 少壮不努力 老大 图伤悲 我们可以说 平日 不敬主 死后 永丧亡 在我们平日的生活中 让我们 记得天主 让我们 准备 以后的生活 只有这样 我们呢 才不会被 遗弃 而是呢 被接到 天上 让我们 时常的 在生活中 记得天主 看到天主 在万物中 在万物中的灵在 另外在生活中 心怀天主 度完美的生活 遵从天主的教导 阿们 愿主与你们 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 同在 愿成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叫和你们 阿们 请赞美上 感谢天主 请不吝点赞美上 请不吝点赞美上